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就是不肯相信你女儿是不是 她根本就不属于你 我不可能跟一个保姆结婚 做保姆就应该唯唯诺诺的吗 保姆啊 没一个好东西 靠自己的双手 劳动挣钱 不要好起来 昨天 雨后天晴的快乐 才是最想去的地方 天晴的快乐 小姐 您要的牛奶 这里的牛奶很贵吧 其实价钱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它跟谁在一起 这里的牛奶大概60块钱一杯 60块钱一杯 我定一个月的牛奶 又用不了60块 我问你 你凭什么一杯牛奶要卖60块钱一杯 这是暴利 暴利 我要仇宿你 仇宿你们 这60块 60块钱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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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了 我没有来过这个地方 那你平时都去哪儿 我 我 常科长 大概忘记介绍我的职业了 我在街道的物业工作 就是 专门管 拆除那些违章建筑的 说的是管 其实真要是违章建筑的话 我们也管不了 我每月工资一天二 我跟我老母亲住在一起 住的是工房 不是私房 而且是那种不可受的工房 我母亲 今年78岁了 身体特别好 就是因为这个 我 我老是 老是别人看不上我 你是银行小姐 我本来 是不敢来的 常科长说 你人特别好 所以 我想来 碰碰运气 对不起小姐 我走了 常科长 你也太能跟我开玩笑了吧 我吴建红怎么也算是你银行的白领 越心境乱了 不管怎么样 我也是五官端正的 你怎么就把这么一个 拆除违章建筑的人塞给我呢 他一个月 挣一枪 我亚枪不长 行了 我的事你别操心了 就这样吧 再见 小姐 请留步 下面 我将我最喜欢的一首曲子 献给今天来酒吧最美丽的一位客人 就是你 太美丽的一首曲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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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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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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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